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人际关系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进行人际关系课程 最后一讲第十八讲 也是很重要的人际冲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主要内容包含了有 单元目标 人际冲突的意义 处理人际冲突的迷思 处理人际冲突的心态 以及人际冲突的类型 人际冲突的思考模式 还有处理人际冲突的方式等等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我们今天的单元目标 好 这一讲结束 希望同学能够了解人际冲突的意义 说出人际冲突的类型 理解人际冲突的思考模式 运用处理人际冲突的方式 以及体会处理人际冲突的重要性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正式的内容了 人际冲突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一下人际冲突的意义 是指人与人在互动当中 因利益不同或者意见相依所产生的事件 所以通常最常见的就是利益不同 用这个方案会影响我的利益 所以我反对 对 因为利益不同 或者意见相依 为什么一定要听他的 为什么每次都听他不能听我的呢 所以通常是利益跟意见 是造成我们的冲突 那有一个学者叫Golden 他就说了 他指出冲突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 这之间发生了下面的两个情况 第一个 一方的行为妨碍了另一方需求的满足 这就是需求冲突 老师刚才已经解释了 然后第二个 双方的价值观不协调 所以价值观的冲突 这也是造成一个最小的例子 比方说我们常常在办活动的时候 那这个活动比方说已经到中午了 可是呢 这临时有个状况delay了 所以说中午大家都还在运作 正式在运作这些活动的过程 你就看到有的人就在抱怨 为什么现在还已经中午都稍微点半了 还不吃饭 那这个主管常常会觉得 你是怎么搞啊 这么重要活动 你只想到吃饭 你怎么没有想到我们要把事情办成功呢 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 好 接下来处理人际冲突的迷思 迷思就是说一些似是而非的想法 miss myth 第一个 因为犯错才会起冲突 事实上一定是吗 不见得的 不一定有犯错 比方价值观不同 也不见得是错 所以双方需求冲突 不能显示谁对谁错 即使是价值观都一样 这个我们不是常听人家讲 吃饭皇帝大 对不对 所以他的价值观一定是错吗 也不见得 好 第二个 为了表示自己比对方行 所以必须要赢得冲突 那这也是不对 其实这都是面子作祟 我们常常有句俗话说 你是赢了面子 输了理智 我们在跟国际之间 在那个谈判一些事情 也是一样 常常谈判回来 媒体下标题 就是赢了面子 输了理智 这就是这样 好 第三个 任何的妥协均表示自己输了 且永远比对方矮一截 其实这也不是 这都只是一个人 他自己很爱增强 好变的这种心理 其实没有说一些妥协 只是让这件事情 能够做得比较好 比方说你希望这件事情 是这礼拜要完成 但是同仁就说 我们这礼拜 很多其他的事 所以真的有困难 能不能下礼拜 我们保证下礼拜一一定交 你这时候 虽然你很希望 这礼拜就拿到 你可以利用假日 你可以看 但是想想 人家人家的困难 算了 你就妥协了 妥协代表你输吗 也不见得 也许同仁很高兴 我们的主管会体恤我们 这样子 好 第四个 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 冲突的发生 也是不对的 这都是一个人的 相怨的心态 还有他对于冲突 有一些误解造成的 所以说 有一些事实的 有一些冲突 比方说 有的人实在是太混了 他就混得很凶 那你如果说 都一再地容忍 他一再地就不处理 那最后的结果 就大家都觉得 那他都可以这样混 还一样地拿心水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不对 我们没有要求加信 至少要公平 所以反而惹来更多的冲突 好 那第五个就是 只有自己所提出的冲突 解决办法 才是有价值的 这当然不对 这是自己自私的想法 因为你会提出这办法 一定是对你有利 你才提出 所以这其实是你的自私 怎么一定是有价值呢 应该要双方都能接受 或者三方 好 所有的冲突都必须有解决的办法 这也是不大可能 哪有所有冲突都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有很多冲突 如果双方都不退让 不妥协 这时候就是无解 比方说这大家在争一个就是觉得说针对一件事情 大家的立场 比方说这个业务部门是觉得应该这样 但是在产品部门就觉得不是 产品部门担心 我如果现在产品弄得不好 将来一天到晚维修 就会一天到晚骂我 所以我不要 我一定要弄得很好 那业务部门最好 这个产品是钱很少的 那卖很高的价钱 那我这业务我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每个人从不同的立场来看 没有一定是有解决的方式 所以说这时候就是看 主管他愿意要 比方说他重视商欲 他就要弄很好的 就不要说用不好的产品 像最近所谓的毒淀粉事件等等 很多大厂都出现了 甚至还用过期的 像这种都是商欲就毁掉 好第七个 迷思是妥协的结果 忠必导致不好的感觉 其实是不见得的 因为有的时候妥协 人家会觉得 事实给人家台阶下 人家会很感谢 也会很感动 那也许你将来有这机会的时候 人家愿意帮忙你 比方你都是很强硬派 都不给人家台阶下 这时候将来你有需要人 人家帮忙 人家也不给你台阶的 这都相互的 长期或持续的冲突 可以在一次的讨论中获得解决 那当然是不一定 很多时候需要多次的沟通协调 折冲尊主才行 所以说很多个性很急的人 他常常觉得我要一次就要做到 这花了时间来协调就要有结果 为什么没有结果呢 这不行啊 事实上很多事情需要做很多次的沟通 好 再来 任何的冲突中一定有一方是对的 一方是错的 而且对的一方必须得到他所要的 这更不是了 这很多在我们职场上 很多事情是没有百分之百的对错的 在不同的立场来看 都有他的 具他的理由所在 所以也没有一定是一方是对 一方是错 我们只能说在目前这个环境下 大概这样子让双方彼此都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或者双方都比较能接受 才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冲突的解决 普遍存有胜败两种极端是不对的 我们就是做错事就承认错 这样子反而能够凸显自己的人格 凸显自己的宽容包容 反而会让人家敬佩 所以有时候退让 就输就是赢 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处理人际冲突的心态 我们每个人都有心态 第一个是什么 沟通的目的是在于让对方能听进去 而且能听得懂自己在说什么 还有要适度的满足自己的需要 就是说我们去沟通 当然也不能全部都是让别人获得好处 自己一点都没有 如果自己一点都没有 长期累积下来 自己会觉得 我每天都为人做架上干嘛 我不要做了 我觉得没意义 所以有的时候适度的为自己着想一些 也是对的 我们常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对不对 事实的也要兼顾自己 不要叫你自私 但是也该兼顾一下自己 好第二个 人际沟通是双向的 沟通的品质 人我双方都有责任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 人际冲突一定要有这种心态 不是如果沟通没有成功 不见得一定是我的错 或者对方的错 往往双方都有责任 所以说双方就要比方说我们在沟通这些会议的现场 僵持不下 那这是表示一定是对方错不见得 我们就私下 不在桌面上 我们私下谈一下 像刚刚那情形 其实我所表达的 也许我讲的不是很清楚 事实上我有考虑你的立场 对方想原来你是这样 那对方也说 其实我也是 所以误会一场 好我们再上table去讨论 就解决了 好 我们在这社会上真的很多时候都可能会有冲突 你在路上开车 人家碰到你 会不会可能有冲突 可能 什么状况会有 在老师身上发生的话 就是他从后面撞你 他不承认 还是在凶的骂人 你会不会开车 你有没有驾照 像这种 就很容易让你 就情绪就上来 那但是一定要注意 就不要去跟人家吵 你这时候就报案 从这样让他得不偿失 所以很多我们在处理冲突的方式 是有很多折衷的方式的 好 去除非赢不可的心态 没有人一世 常胜君都一定会赢的 对不对 我们在任何都是 从小难道的功课 永远都是第一名吗 不见得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观念去破除 还有要了解冲突处理的目标 并不是在说服别人 同意你的看法 也不是让你去操纵别人 而是企图找出一个 可以变通的解决方案 让两个人都能高高兴兴的接受 创造双赢的结果 共享成功的喜悦 这就是说我们常常说 你在跟别人沟通 你要注意人家在讲什么 你要注意听 不是我自己去把我想讲的话 讲完了 所以你要想去说服别人 之前呢 自己先要敞开心胸 接受别人的说服 这样子 就能够说服别人的人 他通常是能先接受别人的说服的 这是处理人际冲突的这五大心态 我们能够有这些心态 就有助于降低冲突的发生 冲突是不可能完全避免 但是降低他发生的频率 降低他的强度 好 再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人际冲突对组织的影响 那这有人际冲突对组织 有正向的冲突 跟负向的冲突 正向的冲突下 他能够激发创造力 再来他能够增加组织的向心力 还有呢 他能够提供组织诊断的需求 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 这就正向冲突 比方说我们在那个 希望说找一个策略 那这个策略大家开会啊 对不对 比方说 A就说 我觉得我们干脆就是 单刀直入 这样最好免得麻烦 那B就说 哎呀这不好了 这没有给人家面子不好 这就开始有点小冲突 所以那C呢就说 我想到一个方式 冲突呢也不会那么强 但是呢 对方也可能会接受 是什么 这激发创造力了 好 那再来还有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冲突 可以激发我们组织的向心力 因为同成员之中 愿意去为了公司的决策 去发生一些冲突 表示他是有向心力 他是很认真 他很在乎公司的成败的 觉得跟自己息息相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不是一个正向冲突 那还有就是提供组织诊断 组织要诊断 常常有时候需要一些适度的冲突 才能够可以发现 也许只是单位主管的一个迷思而已 那如果这单位主管没有这个迷思 事实上大家都能够很好的相处 所以换句话说 员工的心理需求 我们有时候借着冲突 也可以去来解决 比方说 他觉得需要被关怀 他觉得他不想一天到晚加班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解释 实在是公司现在有生意 总比没有生意好 忙总比没事好 对吧 用这方式就可以解除 他一些心理的需求了 好 再来是负向的需求 负向的冲突 像第一个 他会阻碍整体的绩效 这负向就是我们为冲突而冲突 不是就是论事 那这样组织的气氛就会差 组织气氛差 产能动能都会差 所以绩效当然就不好 然后同时会阻碍意见的沟通 因为大家都不距离而行 而是说照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那这样就是意见没办法沟通 没办法沟通受害的 还是这整个团体 还有负向冲突 第三个会降低员工的士气 谁愿意一天到晚跟人家发生冲突呢 一定没有的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种冲突 常常这样发生 就会员工就觉得算了 不要讲了 讲了又一个冲突 我们算了算了就算了吧 那这样子其实对整个组织来说 士气就会受打击 同时也会组织创造的行为 我们借着一些没有攻击力 理性的就是一些阐明自己的想法 看法沟通协调 那这样子可以产生很多的创造力 那如果不是这样 当然就会让你整个的公司 他的创造行为就会降低 降低之后 这个公司整体发展不好 受害的当然是整个的成员 好下面再跟同学介绍的是 人际冲突的种类 人际冲突我们一般来说 分成内容冲突以及人际冲突 内容冲突刚刚就有提过 正向的冲突 负向的冲突 就是内容冲突 那人际冲突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地位 角色期望 不同的冲突 比方说做主管的跟部署 他们的因为地位不同 他角色的期望 一定也会不同 比方在主管 希望是力求表现 有好的绩效 那在部署呢 哎呀薪水又不高 对不对呢 这我做做已经觉得 这个很努力了 这样就够了 所以说事实上 这就是地位角色不同的冲突 那因此 所以如果做一个主管 他就应该要适时地 用一些奖励的原则 去激励员工 让员工觉得说 这样子的结果 他会有好处 那当然对于一些 都不做事的人 我们也应该有些惩处 好 再来就是价值观 与意识形态的冲突 这每个人价值不关不同 对不对 常常大家都知道 会产生一些冲突 比方说 觉得公司有赚钱 也没赚非常多 干嘛要做那么多社会公益 让我们的利润都变少了 对不对 可是呢 在公司主管觉得 企业形象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些公益 这就是彼此之间 价值观的不同 意识形态的冲突 那这更明显 每次在选举的时候 这种不同的颜色 就有不同的想法 好 再有就是沟通不良的冲突 沟通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方式 也有很好的沟通 但是有的沟通是不良的 他不良沟通就是 他不愿意把问题讲出来 他随便讲一个理由 他不做 但是人家希望要做 所以就会针对你的理由去处理 那你又是这不是真正的理由 所以这时候就会造成沟通不良 你的问题我都帮你解决了 那你还在说什么呢 对不对 冲突就产生了 好 团体部门间的冲突 老师刚刚也说过了 有的是什么 业务部门跟生产部门 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对不对 那有的希望是 在于要考虑到成品 产品的品质 那有的希望是价格的多少 所以在这个部分是有不同的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好 接下来跟大家谈的是 人际冲突的思考模式 在迪波尼这个学者 他建构出批判性的思考帽 用来解决冲突 那这一个思考的模式 包含了六大思考的方式 第一个是事实帽 事实帽就在冲突 我们针对这一件事实 针对这个关键去做处理 这是就事论事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式 第二个是感觉帽 感觉帽就是说 我只凭自己的感觉 我的feel很好 我的feeling很好 好 这件事我就可以了 那要是呢 我的feel不好 对不起 就算可以做 可以协调 我也懒得跟你协调 我看你 我的feel就不好 所以免胎 有没有这种 有 所以这不对的 第三个是反正帽 反正帽就是负向的思考 就是说我们从 不是从正向 从一个负向 就是说如果他不是这样 那怎么办呢 我们是从这个部分来思考的 正向利益帽 就是从 接下来这正向利益帽 就是从对自己有利的思考 我们常常很多思考的模式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 我这样做会不会有点自私啊 会不会影响人家啊 不太好意思 可是有的人呢 他不是 他就是非要 就是正向 就是要对我有利的才行 所以说只要对我不利 或者对我没好处 我也不做 那这都是容易 发生一些冲突的 再来创新理念帽 这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有的时候 也许过去的方法 都没有十全十美 这时候我们有一些 创新的理念 能够说不定杀出重围 有一些很好的结果出来了 所以这个创新理念 这个思考的方式是很好的 那最后的是管理思考 就是他很重视的是原因 过程结果 就像我们在管理上 我们很重视 整天就讲 SWAT分析 对不对 这他的优势是什么 劣势是什么 威胁是什么 机会是什么 有没有SWAT分析 常常就在 这个有的人 他就是用任何事情 他都用这个来思考 用这思考的结果 就考虑的比较容易 面面俱到 那比较减少冲突 好 再下来跟大家介绍 是处理人际冲突的方法 方式 那方式有几种 第一个是退缩 退缩也是一个方式 比方说 这个你看到 这个自己的好朋友 AB两个人 都是你要好朋友 他们在争执的很严重 那你觉得 哇 我要是加入战局 对哪边都不好 我都出一方式什么 算了 我赶快假装没见 我赶快溜走了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种事 我们也常常看到 在外面 常常一些社会新闻 说两个人在吵架 然后第三个人 去那个 就是想说协调一下 也认得 去协调 开个小玩笑 结果反而自己被揍 第三个人被揍 这就是 这很多时候 大家就学习到什么 退缩 事不干净 不要去介入 那其实这是不好 在一个组织里面 如果大家都用这种方式 就容易让冲突很严重 而且呢 你今天你不帮我 下次我也不帮你 所以彼此的组织气氛 会越来越差 那产能 凹铺体也会差 第二个就是放弃 这也是不好的方式 任何事 也许我去处理 也许没有办法 一百分 但是如果能七十分 至少总比零分好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地 去放弃一些事情 我们也许去做的过程 发现 事实上没有这么困难 那这就是 是非经过不知难 那我们在从做当中 我们也会学会很多 那也许我自己的技巧 更棒了 那处理问题的能力 也更加强了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不要轻言放弃 第三个 处理人际冲突方法 是攻击 这也是很不好的 比方我们两个 在针对一件事情 有了冲突 于是一方就突然 揍对方一拳 对不对 这就是攻击 这攻击是最不好的 因为你攻击 让这件事情 更没有办法去化解 那你只会更严重 大家往往 这件事情忘了 针对什么 你为什么打我 我为什么不能打你 你就是欠揍 我当然要打你 有没有 就变成不是 就是论事了 第四个是 说服 这就是 我们有时候 在AB两个人 都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说服 我们怎么去说服呢 通常像老师自己 发现同人 AB两个人 有冲突的时候 我就会把两个隔开 分别 在A面前说 其实B要常常都在夸你 他也很敬佩你 那在B面前就说 A要其实他很欣赏你 在我面前说过好几次了 只是他不好意思当面讲 所以你看 你们彼此怎么会为了这种事情呢 不要嘛 好不好 就是卷起成见 我们大家一起让学校好 最重要 这就是去说服他 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好 最后一个是 问题解决式的讨论 常常有时候 比方说你规定一件事情 大家就会觉得 又是命令 我们难道不能沟通协调吗 所以有的时候 就针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可以拿出来 主管大家共同来讨论 用一个方式 如果没有更好的方式 对不起 照我的意见 如果还有更好的方式 我们就去协助处理 所以这在处理人际冲突的方式 这五大方式 前面三个都不是一个 理想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 其实真的是 面对问题去解决它 那即便像老师刚刚说 说服的例子 也希望同学能够体会 就是说 有时候像我说 我在A面前说B夸你 在B面前说A很欣赏你 其实有没有 也许有那么一点 但是没有像我说那么强 但是你这时候 你要化解冲突 一定要强化 他们说对方的好 那这时候才能够有效解决 所以其实说不定 他们以后也更能够就好好思考 说我不必这样子 看人家缺点 你看我自己也有缺点 他都只看到我的优点 所以我也该处理 好 这是我们 这一学期的18奖的内容 希望各位同学 在人际关系上 都能够得到一个 很合一的人际关系 让自己生活是更快乐 好 各位同学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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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